酸性体质的人容易得到肝腺 这是真的吗 它血液的毒素可能是比较不容易排出去 会多加那种诱发因子 听说腺都会传染 肝腺也不例外 这是真的吗 错的 肝腺它会散破但不会传染 肝腺患者不能打针 这是真的假的 我一半对严重的肝腺 它接收注射的 它里面其实是还有累不穿的 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揭开肝腺这面目 腺境也能逆转肾 肝腺无法根治 很容易复发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逆转腺境呢 现场邀请到三位来宾 跟我们一起讨论 肝腺 体腺 牛皮腺 白腺 你经常分不清吗 今天要来告诉你 到底什么是肝腺 肝腺时期内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千万别倒听途说 胡乱进补还有擦药 只要脱皮就是肝腺吗 皮肤会痒就是肝腺吗 到底什么是肝腺呢 这样子听起来 刚刚上丽医师还有Rita的疑问是 腺有这么多种 香港角竹腺 然后牛皮腺 肝腺等等 到底这些我们所谓的肝腺 跟一般的这个腺有什么不一样 肝腺的话 它基本上 它是属于一种 目前原因其实不能算是完全明朗化 所以原因不明就是 对 有一些人会跟外伤有关系 诱发它形成 有一些人它会跟基因的关系 通常都是要观察到一个病程 就是一些典型的部位跟典型的病灶 观察一段时间 甚至有一些人要合并皮肤的切片 在腺围经下面看这个病灶 在细胞分布的情形 才能够确诊出它是肝腺 所以以这样子来看的话 肝腺它其实是一种原因不明的 一种自体免疫疾病 但是我一般的这个腺 我可能是因为细菌或霉菌感染 是 那这个腺呢 跟我们一般的这个肝腺 会不会跟体质也有关联 例如说我可能比较酸性体质 或碱性体质的人 它特别容易耗发 上帝医师有讲到说 其实它是一种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我们先天的肾气不足 肾气不足 可能再加上后天也有可能是有诱发因子 比如说压力或饮食等等的 这种造成我们后天的免疫力 所谓的肠胃失调造成的 但是追根究底 它是一种类似免疫引起的一种发炎的现象 所以它在我们中医来讲 是属于血液的问题 血虚血热 那是不是我们酸性体质的人 比较容易有这样子的问题 也有可能因为酸性体质的人 他血液的毒素 可能也是比较不容易排出去 会多加那种诱发因子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 就是我任何有可能会伤害我免疫 或是破坏它平衡的一种情况 例如说像是熬夜 或是吃太辣等等 或是我感冒都有可能会诱发 肝癬的发作 非常多 尤其临床上我非常多看到这种 就是说 你看它可能刚开始是因为皮肤痒过来 那可能它 我常会调理它 会问它的睡眠状况 或者是说它的工作情形 其实这种人都是高压力群 然后饮食作息也很不正常 它的肠胃通常是非常消化不良 因为很多人其实很可怜 它很多是先天的原因 然后到后天压力加重前期之下 才诱发出来 那可是如果你不及早治疗 越到后面越难处理 对 像我有一个朋友啊 他就是比较严重 就是手啊整片 然后跟脚趾头也全部都是跟脚坏 然后可是问题是 他又是做市场的嘛 所以我想问说像他们做市场 要晒太阳啊会不会就是影响到这个感险加重它的比较严重这样子 其实啊在我们的感险治疗上面有一个方式叫做紫外线疗法 紫外线疗法呢其实是当你的定造的范围 分布在身体的面积过度庞大 但你没有办法一颗一颗擦药 或者是有一些地方你根本就不容易擦药 比如说头皮 那这些地方没有办法擦药的情形之下 我们就会建议进行紫外线的疗法 所以紫外线其实会抑制 肝癌它的定造本身一些过度发炎反应的表现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治疗的方式 并不会让它变得比较严重 所以我就整个人跑到太阳光底下 然后我就头顶也不要戴帽子 就让它直接曝晒 但不能穿衣服喔 不能穿衣服 那这个应该天体预约 所有有病灶的地方都要晒到 适度的晒太阳是好的 其实真的有晒到足够的 因为其实在医院做这样的治疗 其实是有一个仪器在的 因为它要算你的每一平方公分的皮肤表面 接受紫外线的能量 接受了几胶二 那这是有能量的计算的 所以严格来说 大概在适当的能量曝晒之下 通常大概十分钟之内的治疗就够了 所以如果说它跟我们有一些人 他想要练那个有黑的肌肤 皮肤的颜色 他去晒这种注晒机 也是有同样治疗肝险的效果 对 但这通常大概 如果要晒黑的话 其实时间会比较长一些 而且其实有一些人 他会吃口服的一些注晒剂 其实那个早期在 治疗肝险的病人来说的话 他其实就是要诱发 皮肤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 这样子可以增加治疗的反应率 那网路的迷思爸爸咎 我们来看今天的Miss Q 听说蟹都会传染 干蟹也不例外 这是真的吗 上利医师 答案是假的 错的 为什么 干蟹它会散播 但不会传染 也就是说 我今天 你的干蟹不会传染给我 可是我这个穴穴 就是银穴 所以它这样子飞过去也不会吗 对 因为它不是传染性疾病 比如说我们以黴菌感染来说 它必须有黴菌 它是传播的黴界 所以黴菌它 这样子的像体险 也就是说所谓的香港脚 这些它是会传染的 但是 肝险本身并不是一个传染性的疾病 它有可能是自体免疫性的疾病 所以它并不会传染 但是有一种情况会让你身上 发的疹子面积变大 比如说你可能有一道化伤 外伤 对 那一道化伤很有可能在那附近 有这个干蟹的疹子 它可能会沿着那个化伤的地方 多长了好几颗 对 这个是干蟹本身的特征 但并不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传染的特性 所以刚刚上丽医师有提到说 它跟一般我们所谓香港脚 这个竹蟹是不太一样 如果说一般人他要如何从外观去区分 这是干蟹 这个是香港脚 这种是不会传染的 通常比较典型的干蟹 它表面会有一些厚厚的银白色的皮屑 很厚的银白色皮屑 很厚 那通常这些疹子在身体上分布的范围 也有一些典型的位置 那通常在皮肤科的诊断 会依照这些疹子的长相 跟分布的位置 以及观察个几次下来 一些病程来做综合的诊断 我们中医也是在 就是看由外观去判断说 你这个是属于自体免疫系统 体质的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 跟你的经络也有点关系 那当然这是因为自体免疫的关系 所以它当然是不会有所谓的那种接触 或者是说空气的传染 对啊 或是肥膜这个屑屑过来 但是它看起来是比较明显的皮肤发炎的作用 所以很多人看到会有一点恐惧感 其实它是不会传 对啊 要不然看到我们影片上面 那看起来也挺可怕的 对 那再来就是有肝癌患者不能够打针 这是真的吗 上利医师 可以说一半对 因为打针呢 其实会告诉大家说 不要贸然的去打针 是因为有一些 它虽然是发炎性的疾病 那很多人他接受注射 他可能去打个类似像过敏针 里面其实是含有类固醇的 那注射含有类固醇的针剂 本身呢 它会短时间之内的压制这个免疫的 皮肤免疫的症状 它会消炎嘛 对 但是后面通常伴随会反弹跟大爆发 所以这个是比较不建议的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面就曾经遇过几次 就是有患者他可能去一般的诊所 那因为一般诊所 他在那边也没有完整的病例 那并不知道说他本身是一个肝癌的患者 所以他去打了几次之后 有一次可能中间暂停了 那就全身的大爆发 那全身大爆发 严重的肝癌会变成红皮症 那红皮症他的临床的症状 会整个像全身的少糖伤 所以他其实是要进加护病房照顾的 有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 天哪 所以我用类固醇 还有可能会造成免疫风暴 对 那如果你只是单纯的打止痒的 比如说抗阻治安 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临床上也真的是看到 很多病人因为受不了 身体太痒了 然后一些发炎的反应 而去做那个打针的治疗 刚开始的确是有效 但是他的依赖性会存在 那再就是说你已经身体 其实需要他还是有一些些的副作用 那他也会抑制我们体内的反应 让我们本身的器官 经络的气血的功能下降 会抑制他的原本的功能就对了 抑制他原本的功能 造成了就像上医师讲的 最大反击 有一个大反击这样子 刚刚说的注射的类固醇不可以 但是涂抹的类固醇是可以的 对 那因为他只是涂局部 所以并不会造成全身的大爆发 那再一类就是维他命D的衍生物 或者是一些调节皮肤 表皮组织分化的一些药物 那这些药物它本身会让你 并造这个区域他的新生的皮肤功能正常化 所以疹子会减少 那有一些人他想说 反正我家里有果酸的保养品 杜鹃化酸或是杏仁酸 然后一起拿来用 对干血是不是也有效果 并不是所有的酸都有这样子的效果 A酸的话是因为它具有一些调控基因的作用 调皮基因的作用 所以它会有这样子的效果